歡迎大家回到第二節 有我周彩樽和師傅 保善師傅,師傅你好 你好,大家好 今天我們講講一些圖織上的事情 因為最近我看盤多 看完之後,有些事情真的要請教師傅 首先,我發現原來現在 也不是發現的 就是重新有以前的一種,大家會覺得不太好的職 就是你一進門口,就是一個廳 廳之後,一條走廊就有所有的東西 包括廚房 廚房其實是廳房再進一些 再進一些就是廁所 再進一些就是主人房和書房 從前經常都說,最擔心的就是火燒心 廚房去了家屋的正中心 但剛才我給師傅看一看 雖然廚房在廳後面,但又不算火燒心 其實怎樣才算火燒心呢? 如果火燒心,它大多數就是真正正正 我們就會打對角,畫一條交叉線 即是在一個最短短的… 即是這樣,當作是一個長方形 由這隻角打一條線,這隻角打一條線 有條交叉線 交叉線當然不是正宗那一點 一定是畫一個圓圈 大概分成九宮格 中間那一格,如果是廚房或廁所都不好 如果是廚房便是火燒心 如果是廁所的,它便容易整個位置 主管就是整間屋 會有腎病或是悲療系統的疾病 但其實通常家屋中間都會窄這些東西 因為很多時候,家屋… 如果是長方形,便有機會 對,因為通常主人房就是一個走廊走到最短的地方 主人房對出就是一間小孩子房或書房 然後才到廁所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的 所以它那個中間,便變成一個走廊 這樣便可以拉到少許廁所 拉到多少呢? 以我的實際經驗 拉到三分一 拉到三分一 拉到洗手台那裡 如果是廁所計算,便到洗手台 便不到馬桶的位置 所以影響都有 所以你看看香港人普遍疾病,糖尿 如果糖尿到後皮便要洗腎 有些吃心臟藥後期也要洗腎 這個就是廁所歸心 或者廁所歸中 有一個問題 如果是造頭歸心 或者造頭歸中 便是心臟病 腦血管病,心血管病 即是中風 對,中風 那有沒有化解呢? 如果真的在正中心 用電爐 不用明火 用無火煮食 這樣化解就好很多了 但也很熱的,正所謂 熱廚房 那你便將抽氣 裝一些比較漂亮的抽氣線 以及買一部 漂亮雪櫃 買一部外國的品牌 真的大大部漂亮的雪櫃 就降低火性 對 還有水龍龍頭 就買一些進口貨 對 這樣也是有幫助的 對 如果你是廚房就這樣解決 那廁所呢? 廁所一定要做到 像日本人的廁所一樣 這麼奇麗乾淨 蹲在裡面吃飯都沒有問題 即是完全香 即是日本人的廁所是乾淨 到你真的坐在裡面吃飯都沒有問題 即是家庭那種日本人 不是說你去他們的酒店 即是你跟日本人生活過 你就會知道 他們是很著重廁所的衛生 其實抽象了一點 我沒有跟日本人生活過 其實應該是怎樣 即是地上沒有水積 還有那些渠不會臭 再加上四位是乾爽 通風明涼 但很難沒有乾爽 經常洗手 又洗澡 不會的 真的不會的 這真是生活習慣的問題 可以從生活的細節去改善 舉例 譬如你洗完澡 走出來 是不是地上有個毛巾給你吸水 是 日日換 或者兩天換 香港人是怎樣 不到眼見 髒有織都不拿去洗 是 是 正常 對 人家是兩天換一條 即是兩天就拿去洗一洗 對 那便換 你知不知道那條毛巾是多髒 你眼見到髒已經很髒 即是好像人家說 中醫說自未病 是 你有病才去找醫生看 是已經病沒 大概是死 是中 即是好像有癌症 或者有個瘤 其實已經是病情發到後期 嗯 它要生一個物質性的東西 你說它是病的後面 嗯 它才有物質性的東西 即是好像 你那條渠 除了 一直流流流流流 流到何時塞 流到真的積了很多東西 對 但是在之前你會發覺的 嗯 的時候 你說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有經驗的水管工 他便知道有問題 同樣道理 有經驗的醫生 明醫 明白個名 不是出名的名字 明醫 他便知道你有問題 叫你 你有問題 你要治病 通過看氣息 語氣 說話 那你說 你遷就我 對吧 到有病的時候 那就錯過了自己 可以解決問題的機會 沒錯 沒錯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 不濕也不可以 可以的 要不要放空氣清新劑 可以 可以 可以放空氣清新劑 可以放一些 你可以種一些香茅 哦 即是種植物 有香氣的植物 我家裏有種香茅 香茅生得很快 因為我每一次收割之後 把魚湯袋 透氣 放一大包 一大包香茅 掛在門口 它便可以驅蚊 它又可以有些香氣 那就不錯 但是香茅 你沒有光的地方很難種 香港的廁所 幸好你有博世的窗 不是用來種 是收割了那些葉 是啊 因為有時香港還要黑廁 黑廁 我跟大家說 黑廁是非常不好的一件事 很容易招陰邪的東西 嘩 其實在這裏買樓的那一刻 就可能要 簡單不要買 舉例 黑廁哪裏有呢 灣仔 海旁那裏有新的酒店式 很多地方都有 那些就是黑廁 將軍澳很多新盤都有這個問題 黑廁其實是不好的 因為胃氣散不了 它散不了便入屋 那有抽氣線 不過就沒有窗 其實黑廁我很想知道 黑廁的抽氣線抽到哪裏 不知道 它搏一條管 因為以前我們就說 是個天井來的 那個廁所那裏 至少都是天井有光 有少少光 那黑廁呢 黑廁應該就是沒有開窗 他在牆上弄一個抽氣線 都應該抽到天井位 不過天井位 他就覺得可能太不適宜開窗 可能很骯髒 又或者可能看到別人 真的可以用手 揮到別人家的東西 可能是 所以才會做一個沒有窗的廁所 所謂黑廁就是沒有窗 當然也不太好 但為師傅有頭髮 哪有想做辣你呢 你以為我不想買個 兩千呎的房子 那便甚麼都有 又不會火燒衫 又不會黑廁 是不是 你裝修到更漂亮也可以 如果是這樣 對 也不想的 都是因為看重吃飯 沒有錢 所以其實香港現在 其實是不是不應該買樓 因為那天我看 曹仁超那個專訪 他已經死了 是 他已經鮮世了 他說 他好像臨走之前 做了一個專訪 叫30歲以下的年輕人 不要買樓 他好像是說 如果你的夢想只是買樓 但你打拼到45歲才供滿層樓 你這世人就已經結束了 因為你所有青春 就貢獻了給樓 那你就永遠沒有機會 創一回事業出來 他就是這樣說 我也覺得挺對 其實很有道理 因為年輕人的夢想 應該要寬一點 遠一點 沒有理由在樓 那天我看那個新聞 那個年輕人 又說甚麼 不吃不住 不吃早餐 然後終於找到一個居屋 28歲 但我看他真的一點看 都像50歲 所以就是人生 都好看選擇 你選擇了一些東西 自然會失去一些東西 他是不是吃了一些樓盤 吃到他 變成壞人 早壞人 可能除了不吃東西 可能除了熬得辛苦 很多東西都會 那個年輕人很可憐 值不值得呢 這樣換一間樓 值不值得呢 其實真的要想一想 其實香港應該檢討自己的土地政策 但為何人會這樣呢 就是媽媽教下 你如果現在沒有房子 你租房子 你到退休之後 你租了一輩子嗎 現在這麼長命 那也是的 所以很多人就擔心 但問題就是 你買了一層樓之後 到你80歲的時候 又有遺標 那些東西 你就糟糕 幾百萬 幾億 遺收費 所以現在人們就說 如果你拿到一間公屋 就是人生勝利組 因為你什麼都不用擔心 真的 有間公屋 不知道多好 你又不用怕2047之後怎麼辦 不過現在大部份人都沒有那麼幸福 所以才會死死牙難牙 爲嫌回來 但大家應該看廣遠一點 因為很多時候 現在發展商 他只想賣樓賺錢 他做出來 我有廚房 廁房 有房 你還想怎樣 這麼小 我都信無 你說 那我還想怎樣 我也沒有錢 但其實是否 必須賣得到一間樓 大家又可以留下 現在移民到深圳都沒得考慮 現在深圳的房子比香港貴 廣州你都沒有資格 連買的資格都沒有 因為它有本土人優先 其實我想每天吃的東西比較安全 有口水也比較安全 其實我就不會想向北移 所以你也不用告訴我那邊有多貴 貴還是不關我的事 有機會我們講一下豬三角投資 現在很多香港人 我投資不是移民 現在很多香港人來問我 他說師傅 我上廣州買房子好不好 有機會我們開閘講一下 有機會真的要聽聽你的話 好的